我的名字叫林詠諾 我是來接近嶺宮立學校的 我推薦的圖書是葉憲 故事的主容就是葉憲 我喜歡他 他有一副善良的心 不過我對葉憲的身世 就十分之同情 首先自己的親生母親死了 之後得到父親的戀愛 就被繼母名為眼中釘 最後就連親生父親都死了 葉憲由那天開始 苦日子就來了 葉憲的繼母開始順盡八卦去虐待他 並且還要他去一些非常危險的地方 去劈柴去取水 不過我覺得這本書的有趣之處 是在有一次他捕魚的時候 捉了一條蕭金魚 葉憲將那條小金魚養起來 但是沒想到那條是一條怪魚 一日被一日帶 大到跟我們平時湧開的雪櫃差不多了 但是繼母知道葉憲養金魚這件事之後 就馬上將那條金魚殺了他 並且將那條金魚吃了他 葉憲知道這件事之後就十分傷心 在大草原中同酷 一位屁頭散發而從天而降的老伯 就告訴他 將魚骨頭拼起來 再趕出你的願望 就可以願望成真 我就比較喜歡魚骨頭的法力 有一次葉憲穿著魚骨頭所變的衣服 前往一個舞會 但是中途就跌了一隻鞋 之後還被當地的國王撿到 痴傷萬苦地找鞋的主人 特治鞋的主人就是葉憲 就封葉憲為皇后 我看完這本書才知道 原來這本是一個東方灰姑娘的故事 葉憲父母的死我從中知道 幸福不是必然的 我將來一定會好好地珍惜 我身邊所有的一切 並不會好像現在一樣 隨意地浪費他們 後面那個堅堅地 謝謝 謝謝